债券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PIMCO预期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趋缓 但步伐仍相当强健 并朝向可持续投资发展 太平洋投资管理发表报告指出 随着发达市场逐步摆脱新冠疫情影响 2021年这些市场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6% 不过2022年将放慢至3% 至于新兴市场 由于接种疫苗的速度相对较缓慢 经济复苏一较迟 预期2021年GDP增速为3.5% 2022年将加速至5% 在积压需求 消费者储蓄水平偏高 以及企业杠杆比率健康等因素 都为民间主导的经济增长铺设跑道 在此背景下 应该会强化增长导向型资产的吸引力 报告认为 现实环球经济处正处于扩张阶段 但投资策略有所不同 企业经营聚焦于环保、社会和治理等议题 这将提振再生能源、半导体及林业等行业需求 但对传统的石油及天然气企业而言 或是一个危险的过渡期 另外 拼口预期 美国联储局将于今年12月宣布缩减买债计划 执行期间为2022年1月至8月 至于首次加息日期或在2023年下半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